台股今天收週線 早盤指數小跌二十多點開出 主要全職 古台積電 大力光 聯發科等都開低 早盤指數一度跌超過三十點 失守一萬三千七百點關卡 幸好在聯發科 利基 瑞育等IC 設計類股以及國具 華新科等被動 元件逆勢走揚下 指數跌幅 收斂中場小跌五點九九點 收在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六點四四點 成交量是兩千一百七十六億元